最近就是在資訊不完整的一個環境之下 我覺得民進黨做出一些不太正確的決定 我承認這是不太正確的決定 我也沒有必要為民進黨掩護 這萊豬安不安全 當然安全 如果你相信數據 如果你相信國際專家 如果你相信世界衛生組織 跟世界貿易組織所定的規範 如果你相信我們自己 國內的這些專家學者的話 你看數據就好了 萊豬是安全 但是萊豬安全不代表我們一定要吃 那萊豬安全不代表 我的意思是什麼 今天其實我們開放的一年 就像黃玉琳剛才也提到的 有任何進口商進口嗎 沒有啊 因為大家知道說我進口這個可能會被罵 所以這是一個消費者市場 是一個自由市場 今天消費者不想吃 進口商不會進口 那美國的這農場就不會出口 這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所以簡單說我包裝回到一點 就是說這個根本是一個不存在的問題 但是英文有一句話就是說 This is a solution in search of a problem 我們現在好像是一個針對一個不存在的問題 去處理好像國內鬧成一團 然後國際上影響的信用等等 這是沒有必要的 所以我認為這議題就回歸科學 回歸 回歸就是大家的一個理性討論 不要再政治化 不要再政治構成 之前 當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他反萊豬 反萊牛 其實也包括反萊豬 而且反萊豬是比反萊牛更勝 只是後來馬英九在壓力下 他先通過萊牛了 所以民進黨內像梁文傑他公開就陳述過說 是不是要為立場的轉變 你至少要有一個謙卑的態度 就是某種程度你要致歉 一切 這一點你看 因為剛剛我們的玉君有拿出來一個照片 這種太多了 隨便一舉就可以看出民進黨的態度的轉變 我覺得我可以這樣說 曾經在資訊部完整的一個環境之下 我覺得民進黨做出一些不太正確的決定 我承認這是不太正確的決定 我也沒有必要為民進黨掩護 但是同時我覺得我們要思考說 為什麼國民黨 曾經在一個資訊很完整的狀況之下 反而曾經還做出正確決定的狀況之下 反而現在變成這樣